民眾黨 好 久多你可以看到現在在新竹市立體育館裡面 是民眾黨總統候選人 柯惟哲他的造勢場 而今天也因為是聖誕節 所以他也跟大家一起共度了一個聖誕節的日子 不過他今天在新竹的造勢 看起來他是有備而來 因為他也拋出了三個新竹章 就是要新對話 新安全跟新民主 來看一下柯惟哲怎麼說 我和台灣民眾黨在我的家鄉新竹 我也要對台灣人民承諾 我會建立一個青年的政府 我會給台灣人民帶來幸福的日子 我也會給台灣人民一個安全的保障 更重要的 我們要建立一個公益的社會 這一次 我們一定要把台灣迎回來 重新交還給人民 我希望新竹不僅是柯惟哲的故鄉 他也應當是台灣新政治的起點 我們歡迎大家去趙志公的指示 在公民區分區 可以看到的是柯惟哲在這一個三個新的主張裡面 主要是強打的是兩岸牌 他也強調自己走的是中間路線 不像民進黨跟中國大陸是完全不對話 而國民黨則是跟中國大陸太曖昧 他也說自己是備戰而不畏戰 其實他也提到了 他也希望這個新的民主 可以希望建立一個台灣新的政治 擺脫藍綠的民調 而你可以看到他現在也正在跟現場的民眾 來持續的拍照當中 而也是因為今天他的這個造勢場 在體育館裡面的融流人數 其實容納不了那麼多人 所以他等一下也會到戶外的第二現場 繼續來跟大家互動 以上是現場跟一琴琴主播